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将我半圈在怀里 像小狗似的在我身上乱蹭撒娇 然后叹了口气 你从前很爱偷看我洗澡的 今晚胃口不好吗 我重燃僵住 瞬间整颗脸爆红成了番茄 情侣之间 毕竟我从前真的看不见 我逗她完 可我现在恢复了呀 我强装镇定一点点后退 后怀却越凑越近 盯着我的脸左右端向 委屈得好像被我抛弃的深归怨妇 如果她腰上的浴巾没有一点点下滑的话 可以了 我光速替她拉好浴巾 咬牙切齿挤出一句 你别发烧 有时候觉得看不见也挺好 有些是 没必要两个人那么仔细看 求她关灯 我决定继续扮演瞎子 看看霍怀究竟想干什么 一年前我遭遇严重车祸 撞瞎了眼睛 还被人贩子拐走 她们要把我迈进大山 这时候哑巴爆发户胡尔海出现了 她花八百万买我回去结婚 和她回家后 她反倒纯情地拉住我的手 用那种AI机械音对我说 初次见面 我是哑巴 你别嫌弃 我们从谈恋爱开始行吗 初次见面 呵呵 谈恋爱 呵呵 哑巴 想到这里 我一脚 把霍怀踹到了床下 胡尔海你真行 霍怀整个人猛猛的 捏着眼睛坐在地板上 一只手伸进被子里 揉我的小腿 一只手在桌上摸索手机 恰巧这时 她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霍怀哥哥我心里好慌 有些话想告诉你 能见面吗 发消息的人是季妹和雪剑 我与霍怀自小一起长大 不是青梅竹马 是互看不顺眼的死对头 小时候连一块橡皮都抢 长大了抢楼盘 抢古董 只要是对方的事 必须掺一脚 见不得对方顺风顺水 后来 季妹和雪剑出现了 她烧光我的东西骂我脏 毁了我画画的手 我昏迷抢救时 她高调宣布和霍怀订婚 讨厌鬼和死绿茶凑在一起 他们能有什么好事 我跟踪霍怀来到一家高档咖啡厅 她与何雪剑面对而坐 对答如流 侃侃而谈 说到激动处 何雪剑还音音啜起 哭得我见有脸 我坐在远处冷冷看着 这一幕真是讽刺极了 后来 霍怀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丝绒盒子 何雪剑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呵呵 现场求婚是吧 戒指都掏了 气氛都到了 下一步是不是乐队要出场了 何雪剑感动死了吧 跪在地上都快哭晕过去了 就这么开心是吧 霍怀似乎发现我了 他长眸微眯 迎着我呆滞的目光走到桌前 继续装哑巴 用软件问我怎么来了 我冷冰冰回答 饿了出来吃饭 霍怀温柔笑了 他说 附近有家很好吃的日料 要带我去吃 何雪剑全程都跟在我们身后 他一句话也没说 垂头丧气默默跟着 像个诡异的游魂 日料要做榻榻米 我放好导盲杖刚弯下腰 何雪剑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 素白纤细的双手 颤抖着捧住了我的鞋子 霍怀一脸平静地打字解释 老婆 这里是高档日料 有服务生帮你换鞋子 剧情 似乎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何雪剑全程贵士服务 半点声音也不敢出 他宝贝的爱马仕胯包 被挂在脖子上 左右摇摆像狗绳一样 霍怀不小心碰响了碗筷 他竟然吓到浑身发抖 哪里还有从前骄纵神器的模样 这家的和牛不错 尝尝 AI机械因缓缓读出了祸怀的话 何雪剑立刻躬身上前 夹起烤盘里的牛肉放到我面前 我抬手去摸 目光忽然停在我糟糕不堪的右手上 失明前这只手还包着纱布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恢复后的样子 心肉长出来 整个手背布满了褶皱扭曲的疤痕 凹凸不平像干湿一样 器件受损之后 连我最爱的画笔也拿不稳了 失神了几秒钟 霍怀突然握住我的右手 完全包裹进掌心里轻轻揉捏 带着我的指尖去碰盘子边缘 告诉我方向 这只手 我自己看到都会恶心 它却好像习以为常 啪哒 何雪剑把加热好的牛肉粥放到我面前 我停顿几秒 直接把粥碗扣在何雪剑手上 我碰撒了什么 对不起看不见 何雪剑张大嘴巴到吸着吸冷气 滚烫热粥几乎烫熟了她的手背 水泡立刻鼓了起来 可她不敢出声 不敢乱动 疼到激进昏厥 她也是个美术生 知道右手有多重要 可她为了替代我的成就 为了证明她这个妹妹不比我差 用一瓶硫酸 永远毁了我的右手 那时她说什么 不小心对不起 别说什么对不起 你要和我一样痛苦 才算道歉 是不是有人哭了呀 怎么了 我故作茫然地四处打量 霍怀垂眸盯着我的右手 不知在思索什么 几秒后拿起手机打字 她平常打字很快的 偏偏这次打了很久 错了很多次 手一直抖 好一会才转换成语音 什么声音 老婆你听错了吧 和雪剑崩溃落泪 没忍住轻轻阴宁了一声 霍怀阴雾死寂的目光 忽然落到她身上 气氛疏然安静地可怕 和雪剑吓得连呼吸都忘了 我伸出手在桌上摸索筷子 下一秒 霍怀冷漠地掀翻了整个烤盘 烧到通红的烤盘网格 直接倒扣在和雪剑的手上 烫出了她杀猪一般的惨叫 刺了 我同人颤动了几秒 默默收回视线小声道 神 什么声音啊 在搞什么 霍怀某底平静地 没有一丝波澜 她发现我手上沾了酱油 便展开热毛巾 一点一点耐心地帮我擦拭 周身的力气好一会才压下去 她打字向我解释 是烤五花肉的叫声吧 肥肉多 油大 烤的时候会有奇怪声音 和雪剑陡然变了脸色 手脚并用爬到了房间角落 仿佛霍怀是什么索命的恶鬼 我这个死对头啊 她怎么比我还疯 我从小到大顺风顺水 就是太顺了 一点挫折都禁不住 母亲突然过世 坠续父亲立刻另取新欢 还多了个季妹和雪剑 没多久我发现 已经读大学的和雪剑 竟是她亲生的 我与父亲争吵后出了车祸 又在医院被拐走 家里竟在没寻过我的踪迹 只当我这个女儿死了 由于母亲没留下遗嘱 按继承顺序 父亲独自继承了她的财产 股份 公司 我死里逃生 疯疯癫癫的脑子 无法接受这一切 很快陷入了抑郁症 狂躁症的阴霾里 一整年只有哑巴男友陪着我 她说眼睛瞎了也爱 落难千金也爱 她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曾经想自暴自弃 就这样糊涂地过完一生算了 可我复明了 仇人近在咫尺的感觉 让我全身血液都在沸腾 我忽然清醒了 我其实一点都不善良 骂我的人 我要撕蜿他们的嘴 伤害我的人 我会送他们下地狱 和雪剑最终疼到昏死过去 被服务生抬走了 回家路上 我故意对霍怀说 这店我来过 和继妹和雪剑一起 听说她和霍怀结婚了 霍怀冷清地 俊脸上出其平静 手指敲了几下 快速打字回复我 豪门的是 不爱往外说罢了 其实霍怀让何老头 当街跪拜王妻 把老头气出了心脏病 连因早变成了结仇 我没料到她这么直线球 一下子愣住了 红灯的时候 霍怀打字问我 不过霍怀到底是谁啊 总在新闻里看见这个名字 你和她很熟吗 我又气又小 想想告诉她 不熟 霍怀是傻X 男人委屈地皱了皱眉 低头敲手机不说话了 到下个红灯前 她都不理我 我当她生气了 谁知车子刚停进车库 手机突然提示下载成功 紧接着林黛与语音包响了起来 打是亲骂是爱 妹妹和霍怀这般亲热 倒显得我有点多余了 她探身过来 替我解开安全带 我恰好抬手去抓手机 巴掌轻轻蹭过她的脸颊 瞬间让她委屈炸了 好好好 妹妹要是这般带我 倒不如直接修了我取货怀去 免得总嫌我无理取闹 你还能和自己挽起提升冷血了 眼睛完全恢复后 我立刻见了母亲的遗产律师 见面当天下午 父亲便打通了我的电话 他说苦寻我一年 得知我尚在人世 简直是菩萨保佑 他问我为什么还不回家 现在就派人去接我 听了出来 他真是个慈父 我仍然继续扮演着眼盲 继母扶着我走进家门 屋里已经准备了满桌好菜 何雪剑 父亲和餐药都在 霍怀也在 他还坐在主位 脸色阴阴沉沉的 我好像一整天 没回复胡尔海的消息了 把他急得切大号了 饭桌上的气氛很诡异 霍怀一句话不说 假装不存在 可他不动筷子 满桌谁也不敢动 他假装保姆给我加完菜 那道菜其他人才可以碰 我很好奇他到底 拿捏住了这群人什么把柄 何灿药明显有事找我商量 碍于祸怀在 憋得像的嫩葫芦 饭后我说 想去生母曾经的卧室 摸摸她的遗物 何家人交换了个眼神 把我领进二楼一间偏远陈旧 喷着浓重香水的房间 大家都说很怀念我生母 可我看得见 我妈妈的衣服被他们撕碎了当抹布 妈妈最喜欢的花瓶 被他们拿来装垃圾 妈妈的画像千疮百孔 被他们拿来丢飞镖当靶子 怒火涌上心头 我突然克制不住浑身发抖 急喘 我开始幻想手里有把刀子 眼前的世界慢慢被鲜血染红 这时房门被人推开了 霍怀 她总是在我崩溃的时候出现 她就像是治愈我的一剂良药 怎么说也是一起长大的发小 听说你还活着 小爷特地来看看你 霍怀挑了挑眉 假装不在意地说 我深吸几口气 平复愤怒 朝着声音来人的方向点点头 淡淡道 我还活着 过得挺好 谈了对男朋友 打算结婚的 霍怀的表情拧巴了一下 先是暗笑 然后366开口 才认识多久就结婚啊 让人靠谱吗 她比咱俩还熟 她知道你爱吃什么 喜欢什么吗 我面无表情地陪她玩 替身温雪 她对我挺好 反正比咱俩合适 你又不喜欢我 或怀一下子 被梗住了 左手右手轮流 插进裤子口袋里 显得焦躁又手足无措 最后咬着后曹牙走了 七水喜欢你啊 我自己有老婆的 大约几分钟后 手机里弹出了 胡二海的消息 盲人模式是可以 直接播放文字为语音的 冰冷的机械音 缓缓从听筒传来 老婆已经一天没回复我了 如果我也像哈士奇一样 耐寒就好了 这样就能忍受住你冰冷的态度 咱俩生了孩子吧 我跟孩子姓 我被她的幼稚震惊到发笑 这时 一位不速之客 出现在房间里 何雪剑 她已经换上柔软的居家服 粉红色卡通玩偶印花 长卷发扎成了低马尾 手里捧着半杯牛奶 有种说不出的贤惠韵味 姐姐我真开心 还能再见到你 再过不久你就要有小外甥了 我怀了霍怀哥哥的孩子 马上要举办婚礼了 霍怀在时 她畏畏缩缩 百依百顺 霍怀不在 她端起了娇妻的模样 用霍太太的口吻向我炫耀 她想做什么呢 故意恶心我 真杰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嫁妆 等霍怀掉马那天 我会因为她的话向霍怀分手 两人彻底决裂 其实霍怀哥哥和你才是青梅竹马 不过男人都喜欢娇小软萌一点的女生吧 比如我这种男方小土豆 西西 像你这种一米七的壮汉 站在那里像鲁制身似的 你知道我和霍怀是死对头吧 我冷声打断和雪剑 她愣住了 紧接着啪哒一声 我将卧室门反锁 拿起了桌上的飞镖 我遗传了妈妈 身高一米七 一米五五的和雪剑 根本无法撞开我逃出去 她吓得脸色煞白 开始后退寻找掩体 成飞穷 你要干什么 你把飞镖放下 我真是讨厌死祸怀了 所以连带着看你也不爽 朝你发泄一下没问题吧 说完我迅速抬手投出飞镖 不偏不倚 擦着和雪剑头皮定在墙上 吓得她失声尖叫 就命拿成飞穷疯了 她大声呼救 可这间屋子太偏远了 根本没人听见 于是她抓起一切东西扔向我 我都凑巧躲开了 哎呀我也看不见 没伤到你吧 嘴上装无辜 手中的飞镖却没停 一只接一只的快速射出 和雪剑逐渐意识到不对劲 抱头在屋里乱滚 成飞穷你在装瞎 你是不是能看见 我淡淡勾唇 飞镖却没停 那些扎在妈妈画像头上 脸上 身上的飞镖 我全都原封不动给她 玩飞镖 我比他们一家人更擅长 扑 一只急速射出的飞镖 穿透和雪剑的右手掌心 将她死死钉在墙上 包着厚厚纱布的右手 瞬间被鲜血浸透 和雪剑恨得双目冒起胸光 猛然嘶吼一声 拔出飞镖 快速朝落地窗撞去 一声冲天巨响 她的身子如羽毛一般 脆弱的自二楼坠落 脸上浮现出凄美的苦笑 姐姐 我那么相信你 你为什么要推我下去 哗啦 和雪剑的身子直直坠落进玫瑰丛中 不远处恰好是交谈的霍怀和和灿药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霍怀快速跑向玫瑰丛 目光却缓缓望向二楼落地窗 满地玻璃碎片 我茫然坐在地毯上 头发衣服沾满了飞镖 两只手不断向前摸索 是什么声音 雪剑你去哪了 什么推你 我一个盲人 我做不到的 不是你说 你想和我玩飞刀游戏吗 和雪剑疼得不断阴灵 听完我的话愣住了 她半坐起身子 抬头盯着我 目光如毒蛇一般阴狠 恨不能将我火吃了 呵呵 一年前我不懂她这些阴险把戏 被她伤害了一次又一次 一年之后 我可不傻了 姐姐我不懂你 为什么要颠倒黑白 我从头到脚都是伤 谁是受害者 显而易见 若你恨我 不如我一死了之 把一切都还给你 何参要忍不出骂道 程飞穷你想逼死你妹妹吗 你疯了 我平静地在地上摸索 手指故意划过碎玻璃 血珠滚落那一刻 霍怀同人猛缩 反手扇了何参要一巴掌 何参要被打傻了 再也不敢乱讲话 我强压着嘴角笑意 低声道 我一个瞎子 我怎么可能伤害你 妹妹难道你从二楼掉下去了 天哪 谁能帮忙打120啊 你肚子里还怀着祸怀的孩子 千万不能有事啊 刹那间 何雪剑不断坠落的眼泪 神奇地止住了 我大概有半个多月 没再见到何家人 看新闻 何参要突然剃光头发 搬去了牧原旁边居住 说要为爱妻亡魂祈福 何雪剑则占据娱乐新闻头条 每天都有他和不同男人 出入酒店的照片被曝光 名声渐渐烂掉了 何怀在某天清晨 主动向我提起何雪剑 用孙悟空语音包八卦地说 你那个季妹何雪剑 哇他私生活不得了啊 自从上次之后 他似乎沉溺起了用语音包 吃醋的时候用林黛玉 生气的时候用四大爷 晚上用 这还有人造谣 何雪剑怀了霍怀的孩子呢 我看下掰 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吧 我强压着嘴角 假装冷漠道 他俩的是 你我都不是当事人 谁说得准呢 就算有过 也很难说对吧 霍怀刚把我挑出盘子的 胡萝卜塞进嘴里 嚼了几下顿时不香了 他抓起我的手 说真的老婆 我认为 真杰是一个男人最宝贵的嫁妆 霍怀看着人母狗样的 他应该会守好难得 我假装不在意 继续摸索盘子里的煎蛋吃 他守不守我又不知道 我们虽然一起长大 私生活互不干涉 霍怀听完满脸不爽 几天后我正在赶往墓园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霍怀电话 霍怀本人哦 他用一种吊锒铛的语气 先是为了半天 然后才装模作样道 哦打错了 我要打给公司经理的 真奇怪手机程序出问题了吗 嗯 我信了 哦 对了 成飞穷 你听最近的新闻了吧 你那个继妹和雪剑玩的好花呀 幸亏我当年立刻解除婚约了 哦 特地开大号 和我强调一遍是吧 哎 说多了 反正小爷这种洁身自好的男人啊 才看不上和雪剑那种货 真说起来 非要取一个的话 咱俩凑合 凑合算了 反正我跟你那么熟 车子停在墓园外 霍怀的声音越飘越远 我没心思再听下去 只因 副驾这一侧的玻璃上 贴来一张扭曲褶皱的老脸 他不断用手撑在头顶遮光 鼻子嘴巴全都扒在贴了防窥膜的车窗上 看清车里面是我 他陡然刺出满嘴黄牙咯咯 笑出了声 未成非穷 你在听吗 该死 小爷说 我默默放下手机 捏着导盲杖打开车门 和菜药一下子扑了过来 姑娘啊 算你还有几分孝心 肯来替你妈妈扫墓 这段时间和菜药过得很辛苦 光秃秃的头皮上长满了洞窗 人也面黄激瘦的 见了我一直掉眼泪 早先他在电话里说想见我 要告诉我一个秘密 要在妈妈的坟前说 我把手搭在他肩上 随他上山 他一边走一边叹气 卖了半天关子 终于说 最近有人在针对何家 你知道吧 我们何家斗不过他 今后咱们少见面吧 免得牵连到你 但是啊 我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要把真相说出来 其实你妈妈雪纯不是病死 她是被你那个发小霍怀害死的 我惊讶到 霍怀 怎么会 盒菜药痛心疾首 雪纯的病原本还有救 是霍怀惦记着收购合适 才会先对雪纯下手 毕竟当年雪纯是董事长 你不知道爸爸多努力 才勉强保住咱家的公司 霍怀害死雪纯后 威胁我将女儿嫁给她 我不舍得你受伤害 才匆匆娶了你阿姨 让雪纯与霍怀订婚 回忆起那段痛心的往事 何灿药几度哽咽 好久好久才继续说 爸爸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 不知道哪天 就下去陪着雪纯 往后若是你能替雪纯报仇的话 也还是当今天什么都没听过吧 走得越人越好 我心痛得一直擦眼泪 哭着问何灿药 爸你这么爱妈妈 为什么24岁何雪剑 是你亲生女儿呢 你犯错的时间是不是早了点 何灿药愣了一下 曹操解释说 这是有隐情的 我改天再和你细说 哦 是改天编好了再告诉我吧 其实何灿药已经讲得天衣无缝了 每个时间点都对得上 把霍怀描述得十恶不赦 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可是 如果她没有一边对我诉苦 一边对着我母亲的墓碑撒尿 应该会更逼真一点 爸爸怎么一直有水声啊 是谁扫墓的水洒吗 说话的同时 我猛然会晤起倒忙账 朝何灿药下腹狠狠抽去 何灿药措手不及 被我抽得像触电一样 在原地跳脚 又不敢大叫喊痛 整张脸扭曲得猙獰可怕 我趁机连抽四五下 送她一个段子绝孙套餐 到底是哪里流水啊 怎么又不流了 真奇怪我也看不见 找不到在哪 够了 把你那根棍子放下 何灿药爆发出 平生最用力的一句怒吼 拐着 弯破音的叫喊 久久回荡在山谷里 我冷漠收起拐杖 余光看到了霍怀 何灿药显然也看到了 立刻闭嘴不敢说话 又后知后觉地 拉好库链整理衣服 可是 已经晚了 霍怀看见了 她的脸色 如暗夜修罗一般可怕 她没有出声 单手插在裤带里 缓缓走到我们面前 何灿药此时已经抖落筛糠 不断往我身后躲 我假装疑惑 爸 你怎么了 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霍怀到底抓着 何灿药什么把柄 能让她害怕至此 一阵刺骨寒风吹过 霍怀冷冷抬眸 用嘴形对何灿药 说了几个字 何灿药立马下地跪到地上 手脚并用 爬向母亲的墓碑 然后伸出舌头 一点点舔干净了 周围那些尿子 不久后霍怀的助理拿来酒精 她走到母亲墓碑前 亲手替母亲洗刷干净 你不配再见成飞穷 我的墓园之行莫名其妙结束了 亚伯男友胡二海开车将我接回去 路上用灵带语音包抱怨 今日早知她来 我就不来了 脸得惹妹妹烦心 现在大抵是倦了我 做什么事都不愿同我多讲半句了 我揉了揉眉心说 今天是和我50岁的父亲何灿药 一起为母亲承雪纯扫墓 我虽然眼睛看不见 可我不是个废人 现在忙人出门 已经很方便了 我能自己去 胡二海犹豫了一下 七回正常 AI因和我说 我从不把你当成废人 我淡淡勾了勾唇角 大概这就是我没揭穿 胡二海的原因 我从她身上感受到了 尊重和真心 也许她害怕我只爱胡二海 不敢告诉我真相 不过没关系 我会等她亲口承认的一天 到那时我会告诉她 我也喜欢她 从某年某月某天起 我喜欢上了这样真实又可爱的她 再次与私人律师见面 是三个月之后 经过漫长又复杂的流程 遗嘱继承这件事 总算阵癌落定 好了 程小姐 程雪纯女士生前留下的公正遗嘱 已执行完毕 现在您完全继承了集团 百分之五十四股份 即全部存款 程女士最后有段话送给您 你要现在听吗 咖啡厅里回荡着悠扬旋律 我搅了脚杯里的方唐 还是拒绝了私人律师 把录音笔暂时收好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 母亲常常和我提起医嘱这件事 她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后来家里有了追需父亲 何参耀 他便闭口不谈 我也淡忘了 其实何参耀顺利继承时 我就该想起来的 这个答案迟到了一整年 她梦内以求的钱和全 以为妻子死了 就能一步登天 殊不知母亲对她的提访 从她当坠绪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对了 还提醒您多加小心 这一年多以来 您父亲何参耀 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我 您的朋友霍怀先生也在找我 他 认识的话还没说完 接对面 想起砰砰砰几声梨花 粉红色的花瓣漫天飞舞 新胎叶的画廊热闹非凡 在那片人群中 我看见西装笔挺的霍怀 正和一个男人说话 那男人的脸 我死也不会忘记 他是一年前 操纵卡车撞向我的凶手 霍怀与他一前一后走进了画廊 他们认识 我继续观察这家画廊 在大门口看到了何参耀妇女 虽然何雪剑右手已经废了 可她仍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 何参耀买下画廊 为她举办艺术展 画廊大门前展出这一幅很漂亮的油画 是何雪剑在国际获奖的作品 收获了无数称赞 可鲜少有人知道 这幅画的原创是我 是我画的母亲背影 是一张颜色还没上完 右手就被毁了的就搞 何雪剑完全照抄 以自己的名义投递参赛 获奖后还大言不惭地告诉全世界 画中的美女是她自己 她的艺术创作真的离不开我 太恶心了 薪酬就账算一算吧 我从咖啡厅起身 会舞蹈盲障 朝美术馆走去 姐姐你也来看 我的画展啊 何雪剑笑页如花朝我走来 挽住了我的手臂 别装瞎子了 其实你能看见吧 我抄你的稿子 在国外拿到大奖了哦 你生气了吗 要说你是真难杀 那么严重的车祸都不死 还跑回来搞我 你怎么盯着我的保镖看 难道她长得像撞你那个司机 他们可不是一个人啊 你知道买凶杀人要盼几年吗 我冷冷瞥了一眼何雪剑 然后举起倒盲杖 直直进了那张抄袭的画里 左右乱挥 把画布撕裂出一个大洞 何雪剑吓得一愣 脸真大呀 还画上了美女是你 就你那个德行 何雪剑气得满脸通红 正要骂我 我迅速转身 敲碎斩窗玻璃 把视野中所有作品全都砸烂了 你疯了 程飞琼你要是想死就直说 一直忍耐的何燦药 终于爆发了 指着我鼻尖臭马 我告诉你 今后你就是个没人要的烂货了 如果你还奢望 何家给你一口饭吃 我现在以何市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 跪下向你妹妹道歉 何雪剑怕我听不懂 特地跑到我身边解释道 看来姐姐的视力很好啊 砸得特别准 那你早就认出霍怀哥哥了吧 你一直不拆穿他 是因为好玩想戏弄他 姐姐你好会耍猴哦 随着他话音落下 霍怀推开安全门 迎着我的目光缓缓走来 原来是他们故意激怒我 暴露我的秘密 离间我和霍怀的关系 他们认为 只要拆散了我和霍怀 何家面临的一切麻烦 都能迎刃而解 当啦 我面无表情扔掉了 手中弯曲变形的导盲杖 霍怀垂眸看了看 深邃的目光又落回我脸上 我思考了一秒 扬起下巴 理直气壮和他对视 我承认我这段时间 装瞎子骗你了 怎么样 你敢信何雪剑的鬼话试试 我对你怎么样 心里没点数 我喜不喜欢你 你难道看不出来 哈哈 霍怀哥哥都傻了吧 这段时间 姐姐装盲人 装得还挺像 耍人真的挺好玩吧 何雪剑说着说着 脸色突然变了 因为霍怀没有生气 反而温柔地从破碎展柜里 拿出一根用来装饰的棒球棍 浇到了我手里 何雪剑开始叫贴身保镖 谁知那保镖动也没动 反而扑通一声跪下了 紧接着 门外响起警车的声音 霍怀不仅不慢扯开领带 包裹在我的手上 然后轻轻向前推了我一下 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对我的 难道我看不出来 如果不爽 把这里都砸掉吧 剩下的是我来收拾 如你一次又一次信任我一样 我也不曾怀疑你的真心 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我只是砸烂了 美术馆里所有东西 何雪剑故意让保镖吸引霍怀 给他看这场好戏 没想到霍怀认出凶手后 直接报了警 根本不按套路出牌 警方来时 我顺便举报了我的 坠续父亲何灿耀谋杀发妻 何灿耀心痛地指责我 你糊涂你信了霍怀那小子的鬼话 你看得出来我们都全家 受他威胁吧 他早就知道是我害死雪纯 可他一直不说 因为他想逼我把家产拱手相让啊 我淡淡道 那你承认害死我母亲了是吧 何灿耀意识到不对劲 立刻闭嘴 整张脸仗成了猪肝色 他开始无底线抹黑祸怀 让我早点认清这个捞男的真面目 爸爸现在是董事长 是一家之主 今后爸爸只宠你一个人好不好 咱们才是一家人啊 我冷笑着拿出一组文件 用塑料壳 轻轻抽打和菜药的脸颊 你搞错了吧 我才是董事长咯 母亲留有公正遗嘱 听说你很害怕这份遗嘱的存在 绞尽脑汁寻找遗嘱律师 又制造了很多次车祸呢 和菜药触电视的抖了一下 脸颊上的肉开始不自然抽搐 当然霍怀也联系过律师 但他说的是 我心爱的人没有家了 我想帮他守护母亲留下的东西 这就是那天律师还没说完的话 这就是霍怀忍而不发的原因 他确实在逼迫和菜药 把钱吐出来 即使和菜药进去了 他的妻女还是能享受被他洗白后的资产 股票分红 凶手和他的同伙们不能得到一分钱 由于这位律师执任我本人 除非我亲自联系他 他不回复任何消息 所以阴差阳错 他们僵持了整整一年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胡二海突然删掉我 连人带东西全部从我家消失了 不久后霍怀出现在门外 我就说你那个男友才认识一年不靠谱吧 果然跑路了 他故作冷漠笑了几声 迈开长腿在屋中来回踱步 耳间微微泛红 要我说 你还不如和我交往 反正我会对你好的 我以后再也不惹你了 我笑望着他 淡淡回了一句 你还没眼够啊 霍怀整个耳术然红了 略有几分慌张地望向我 片刻后 似乎下定决心向我坦诚 锋锐的眉眼慢慢变得认真起来 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 一直没勇气告诉你 害怕你讨厌我 害怕你无法接受被欺骗 直到何雪剑在美术馆里捧破这个秘密 我才明白你的心意 比谎言更伤人的是懦弱 不敢承认自己的心 我向你道歉 程飞琼我喜欢你 喜欢你很多年了 我在你人生迟到了这么久 你还愿意接受我的心意吗 霍怀凑得很近 双手因为过度用力 突出了泛白的骨节 而他漆黑的眸子里沉着爱意 倒映的全都是我 我属然笑了 快速在他唇上碰了一下 我也骗了你几个月 我们扯平了 我也喜欢你呀 堂堂正正地在一起吧 霍怀大约愣了四五秒 喜悦才一点点从毛子里炸开 疯狂又热烈地将我拥进怀里 回应这个吻 我艰难挣扎了一下 低声吐槽他 你属狗的妈也让我呼吸一下呀 活二海不是挺温柔挺会的吗 霍怀身子僵住 然后委屈巴巴地放开我 转身朝大门走去 哎不是 这就生气了 大约安静了一分钟 他重新推开大门走进来 似乎领带不见了 头发也乱了一些 现在是活二海来吻你了 霍怀更用力将我揉进怀里 像只疯狂摇尾巴的大型犬 嘴角琴的坏笑 细腻地吻铺天盖地落了下来 将我所有抱怨的话 全都吞进肚子里 再也不肯放开我 这踢身梗 属实被他玩明白了呀 对了 你究竟什么时候发现我复明的 在美术馆时 你好像并不惊讶呀 霍怀犹豫了一会 轻声在我耳边解释 你知道吗 失明的人和健全的人 眼神光是不一样的 几月前那一晚 你的眼神有种清澈的可爱 翻外 霍怀的日记 2013214 把死对头惹哭了 但是又想把他抱在怀里哄 我是不是有病 我喜欢他 我就是狗 2014215 妈妈说我上户口碗 我本来就该属狗的 2022214 暗恋第十年 他骂我骂得越来越化 不敢表白 要不先联姻娶回家 搞个先婚后诶 202281 他妈妈去世了 好突然好奇怪 想借他肩膀靠一下 20222105 他爸爸再娶了 更奇怪了 我查查吧 20222111 他出车祸了 丢了 我想疯 20222115 好险 天黑之前在进山的路上 找到他了 我的宝贝 为什么被人欺负成这样 20222118 人贩子上半身进警局了 下半身留在山里忘带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023214 老婆看不见 嘿嘿 老婆的牙印圆圆的好可爱 嘿嘿 我爱恋小号 2023215 是何燦药害死了程雪纯 这一家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搞不搞啊 万一没和老婆讲清楚 他更讨厌我怎么办 2023215 先把钱搞到吧 别让他们捞走我岳母的一分钱 20223104 我有点慌 他今晚眼神不一样 他还求我关灯 我哪次关过灯 20223107 他恢复了 他跑来咖啡厅 偷看我和和雪健见面 他冷脸也好可爱 2023107 我会不会太凶了 太凶了 太凶了 不要吓到他 不要吓到他 何雪健活该 2023107 我以为他的手是车祸 好像是何雪健害的 何雪健去死去死 2023107 老婆吃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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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我订婚 他骂我傻X 难受 他还是讨厌我大号对吧 2023年12月31日 他好会 他把和家人玩得团团转 连我也是他掌心的玩物 2024131 给老婆准备早饭 故意把哈密瓜胡萝卜红薯 都切成了圆形 他好可爱 假扮小瞎子 但是精准挑走胡萝卜是吧 202420 也许我理解错了 他一直在等我向前 等我主动走到他的身边 20202431 最后一次写日记了 是个HE 何菜药身上背着一条人命 满胸伤人 这辈子都没希望出来了 律师正在地努力争取要他的命 他吃了几年劳饭 被欺负得特别惨 听说里面最瞧不起欺负女人的东西 后来他染上脏病 求家人寄钱帮忙 没人肯管 死得悄无声息 他的娇妻早就飞去国外 另一心患了 何雪剑判得比他少 几年后出来 顶着个抄子的身份 没人肯要他 流落街头 连饭都吃不上 快饿死的时候 有个好心人给他送面包 他一身傲骨 要用自己的原创作品来换 残疾的右手 多多缩缩画完 人家走了三条街 都没停下骂声 抄还能抄成这个屎样子 他搞原创 顾有死都不冤 在一个安静的下午 终于收到了快递 里面是网购的老式录音机充电线 录音笔很旧 开启后 沙沙响了很久 母亲程雪纯的声音缓缓传出 那个 且不擅长煽情就简单说了 且其实是穿书的 书里的剧情无法改变 注定会嫁给坠续男主和灿药 悲剧一生 但你不同 你的人生游离在剧情之外 不受任何约束 我希望你快乐幸福地活下去 找一个爱你的人 去追逐原野的风 去揽住萤火的光 生有热烈 行机所爱 我缓缓抬起头 后怀也恰好在注视着我 你是少年时代 为落幕的心动 我会把喜欢写在风里 从此整个世界都是你